鳳梨一處農場30號下午4點左右 10多名的遊客輪流坐到象龜身上拍照 開心的拍照打卡這樣輪流騎了兩分鐘 誇張的行徑被其他人直接拍了下來 因為明明上面就寫著請霧拍打乘坐烏龜 不過還是有遊客隨意亂騎就像是在虐待動物 而這隻亞達伯拉象龜是世界上第二大陸龜 屬於保育類的動物 根據動保法的規定可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200萬元的罰金 圍著象龜嬉笑打鬧 其中一個女生竟然騎在象龜身上拿出手機自拍 旁邊不但沒有人阻止甚至輪流騎了兩分多鐘 只見象龜重到行走困難可憐模樣讓人好心疼 當然不可以 我們非常的生氣 而且我很嚴厲的譴責這一種虐待動物的情況 位在花園兆豐農場在30號下午有民眾發現一群遊客 其中男女老少都有 竟然騎在象龜身上拍照 但旁邊告示明明就有血 遊客卻當成沒看到 連我們都很想哭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遊客 政府一直在做宣傳 宣導說不要虐待動物 尤其是動物不要騎在它上面 它的殼都有神經線的 其實它會痛 可是它不會跟你講 趙鳳農場飼養許多亞達柏拉象龜 個性溫和又親人 保育類動物 體重約230到300公斤 沒想到竟然被遊客當成玩物 原方也嚴重呼籲民眾對待動物要有公德心 否則根據動物保護法 最高可處兩年有期徒刑 重罰兩百萬以下的罰金 記者綜合報導